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 今天是2024年1月12日 星期五 大陆发生了一宗突发事件 有政府的人员和特警想要镇压老百姓 哪知道却被人俘虏了 有上百名的特警被抓了起来 他们要向村民道歉 而且还要做出保证才被放离 这次事件在大陆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震惊全国 被称为安隆事件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宗事件的来龙去脉 再给大家评论一下 贵州政府强卖墓地 派特警强骨灰 遭遇苗族村民的强烈反抗 结果所有的特警被活捉 而且警车全部被砸烂 这件事发生在贵州省前西南州安隆县新龙镇石灰窑村 这是一个苗族的村落 不久之前 村里面的一位老人因病去世 他的家人把他的遗体火化之后带回村里 打算在村里安葬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承担几万块的公墓费用 但是当地政府却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声称所有的死者都要埋葬在政府指定的公墓 就是说一定要他们掏几万块出来 否则就是违法犯罪 原来是当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 就强制实施公墓安葬 任何人死了就一定要跟政府买墓地 一定要葬在政府指定的墓地里面 所以没有钱不行 结果这些村民不干 政府当然是要应来1月9日凌晨 贵州当地政府动用了特警 以及公务人员组成了几百人的队伍 他们带着叉子 盾牌等武器强行闯入苗寨 要抢走老人的骨灰 以前他们执行这种任务通常都会成功 原因是对方没有怎么反抗 即便是偶然遇到一两个反抗的 也不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即便是反抗也好 也很快会被他们打败 因为他们人多 有几百人 这次的特警也是跟以前一样 他们对一些不听话的村民使用暴力 殴打村民 对他们来说 这是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这一回他们遇到了狠人 踢到铁板了 这次特警的暴行不但没有使得村民屈服 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怒火 村民团结一致 用石头 砖头 棍棒等可以砸的东西砸向特警 其实扔砖头非常有用 当时香港人扔砖头就把警察砸得昏巴素 因为你如果朝天上扔 你不会知道那块砖头砸下来的时候 重力有多大 有很多警察都被砸得头破血流 这次在大陆也是一样 那些特警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被打得满地爪牙 场面完全失控 而他们也被吓破了胆 落荒而逃 但是很可惜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却闯进来 在深山里面 这些村民早就把控了整个苗寨的路 结果他们无路可逃 到处都是愤怒的村民 他们把整个苗寨的出入口全部封死 还把特警开进村里面的所有警车和公务车全部砸烂 特警干不过他们 只好束手就擒 乖乖交出了他们带来的叉子和盾牌 那些叉子是专门用来抓人的 穿在人的脚上就可以把人给勾住 使你失去重心 他们专门用这种方法抓人 如果一次过有三四只这样的叉子来对付一个人 一定跑不掉 但是这一次由于村民人数众多 这帮特警连同公务员即便是有几百人 也敌不过当地的村民 成为了俘虏 事件持续到1月9日上午 这帮公务员和特警向村民做出承诺 说以后再不会再这样做了 以及赔礼道歉 之后村民才把他们放走 让他们离开苗寨 因为所有的车子已经被砸烂了 他们只能够徒步离开村子 虽然路很接近 但是他们十分心惊胆战 不知道会不会继续被人扔砖头砸 沿途到处都站满了村民 他们当然不是来欢送他们 而是在讥笑他们 甚至一边走一边被人指责 被人指着骂 就跟丧家之犬一样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益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口连接 这件事引起大陆很大的震动 原因是你们原来也不过如此 没什么了不起 一来你们不敢带枪 因为现在在大陆 只有公安可能有枪 连特警都不让配枪 原因是害怕他们造反 军队也是一样 据说现在枪和弹药要分开处置 管弹药的人不可以拿枪 拿枪的人不能管弹药 除非有紧急通知 才会让他们配上子弹 这件事在大陆引起很激烈的讨论 所有人都对他们质疑掌声 称呼这帮苗族人老百姓是英雄 把这些七行霸市的中共恶棍 特警公务员全部赶走 这一次中共算是踢到铁板了 很多人对他们的行为十分鼓舞 如果每个地方的人都团结一致 对特警进行反击的时候 特警根本就打不过 早在几个月之前 当时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的厂房 也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暴乱 即便是官方派出特警去镇压 也打不过 因为对方实在是太多人了 你调不到这么多的警力 人们把路边的铁篮拆了 卸下了钢管来充当武器 所以他们的武力基本上跟特警相符 如果面对人多 实际上特警根本没有什么优势 加上如果对方扔砖头 扔石头的话 香港的警察也好 大陆的特警也好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 那些砖头突然间好像下雨一样 你怎样去抵挡 根本抵挡不了 所以我认为大陆并不是没有机会爆发革命 如果每个地方都是个别事件的话就没有问题 你可以去调兵 但是如果多几个地方 他们根本就来不及调兵 而且现在因为习近平对军人很害怕 怕他们有政变的行为 怕他们造反 所以他们就把枪械和子弹分开处理 甚至不让他配枪 只是给木棍 最多只有警察用的电枪 军人也只有在演习的时候才能够取得实弹 平时根本就没有实弹交给他们 我们会另外开一节来讲这个问题 习近平对军人的不信任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所以这次的安隆事件 可以说如果接下来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的话 只要够团结 那些警察就拿你没办法 他们的武器也不会很先进 因为他们也知道 全国那么大 根本就不够配武器 如果配了武器 很容易会不小心被人抢走 当年文革的时候一开始是文斗 但是到了1967年 已经开始了进行武斗 他们甚至还冲进军营抢枪 抢机关枪 抢不同的武器来进行泄斗 而泄斗的主角通常就是北大清华中不同派系的人 展开一场斗争来争夺话语权 所以最终大陆会不会爆发到这样的地步 又或者是报名的数量多到了连警察也搞不定 军人也搞不定 镇压不下来 最后全国大乱 这个机会肯定不是零 从这次的安隆事件 人们可以看出 其实中共已经想起了警号 只要你们有几百人 你们用砖头就可以把他们全部砸跑 他们没有能力镇压 香港也是一样 自从有人扔砖头之后 警察也知道很麻烦 当到处都是砖头 人们不停地捡起来扔 警察根本就拿你没办法 在大陆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第二次 第三次 或者是更多这样的群众起义事件 这次事件也可以定义为安隆起义 当然这些村民十分温和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很老实的老百姓 被人欺负完 你们愿意道歉就算了 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强悍的 把这些警察俘虏了之后 叫他们的家人拿钱来赎人 没钱就不准走 一定要拿现金来赎 微信转账什么的 想都别想 拿现金来赎人就差不多 每个人给几万块 不然就撕票 有了这几百个肉身 村民可以马上发一笔小财 当然如果这样做 不知道会不会引来中共的屠村 这一点真的很难说 你也没有办法保证 这帮公务员和特警 在过几天之后 不会再对他们发动突击 甚至可能会多带点武器 多动用一点人去围攻这些村子 这一点都不奇怪 迟早真的会好像 电影里面的桥段一样 到时候政府会派人去屠村 又或者是用不同的名义 去大规模的抓人 但是这一回能够把特警 和公务员给俘虏了 确实是大快人心 尤其是大陆有很多民众 受尽共产党的气 压抑了这么久 突然间有一场类似的革命爆发 他们不知道有多开心 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 会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最终把整个中共推倒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